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它只有第一天掉落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是说其他的日子的话呢 它其实已经把概率给它调回低了 所以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体力药水去打 如果你很像有多余的体力 像我这样169的体力药水的话 你们可以消耗你们的体力去打 可是到零的时候呢 你们就不好用你们的体力药水去刷了 这样子是不值得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在层内采集 层内采集你提升了差不多25%的速度吧 你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上线采集 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轻输了 所以我这边拿到很多 我还没去开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呢也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打野人的话呢实在是不靠谱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以为打野人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 拿到更多的那个奖励 其实不是那样的 他只有第一天掉落几率会比较高 至于情人节的活动有五天嘛 这五天里面的活动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慢慢来 不需要这么急 因为他有些很像第四天 他有一个加速的活动 因为我们玩习惯了基本上都知道 可是你第一天有学院经营 就是你要提升你的科技战力 第二天你又有提升部队的战力 第三天你又有提升建筑的战力 所以如果你第四天之前 你就把部的加速消耗完的话呢 你第四天就没有办法用加速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真的要从前面的活动的话呢 你们可以等第四天 因为第四天肯定是有一个加速的活动的 再来这边情人节的礼包 我坦白的说 这次是非常不值得的 我再拿一下之前新年的优惠给你们看 新年的优惠是非常值得 你相对来比这一次差很多 可能他是他多了这个玩具熊的问题 消耗一百的宝石呢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玫瑰花了 那个礼包 我个人觉得是不值得去买的 有人问我 你拿这个玫瑰花 十朵玫瑰花 去换这个金头值不值得 其实拿来换算的话 这边要十朵嘛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玫瑰花呢 是要一百颗宝石 所以乘起来的话呢 就大概你换一个金头 就要用到一千颗宝石 所以一千颗宝石拿来换一颗金头 其实是值得 因为我们在VIP13的时候 我们一颗金头 就要换你两千颗宝石 其实对我们这些老玩家来说 你已经出了T5 最重要就是出金头 有机会可以给你拿金头的话 我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所以这边呢 就要赶赶跟它刻下去 不过这边你按到300朵 那个玫瑰花就可以了 你们不要按太多 所以这个储值好礼呢 我刚刚说了嘛 这次的亲人节礼包不值得买 所以你们要买礼包的话呢 你们可以买一些其他的宝石 每天给你650颗宝石 30天 然后再加上这个每日特惠 中间这个礼包 这样子呢 其实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 OK今天影片就拍到这里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大家 你们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